熊毛俊让鸡尝尝死神辣条 这两天有很多朋友给我私信关于这个鸡的题材 有让我把鸡灌醉的 也有让我把鸡从楼上扔下来 看看能不能激发出鸡的潜能 从而让它飞起来 我觉得以后关于这种利用动物做实验的题材 我尽量就不去做了 所以下一条 赞早已远远的过2万了 该买液蛋了 放心好了 液蛋罐子已经在路上了 但是我们在网上只能够买的罐子 这个液蛋需要我们自己去冲 而且这个冲液蛋的地方离我还非常远 所以我们这个液蛋冷冻汽油的视频 可能还需要等上几天 熊毛俊能再和你弟弟玩游戏吗 其实我也很想找我弟弟玩游戏 但是他现在离我有点远 有多远大概也就是1000多公里吧 不过我弟弟说了 如果这一期视频点赞过1万 就让我专程坐飞机去找他玩游戏 拍视频 正片开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毛俊 我们经常可以在武侠片中看到这样一种场景 在一个越黑风高的夜晚 一位大侠骑着他的骏马奔驰在临间小道当中 但是他并不知道前方已经被人布下了暗器 在他的前方脖子高度的地方 有一根非常细非常坚韧的线 他骑着骏马飞奔过去 凑伸手一触了 那么今天我就想验证一下 如果真的有一根绷得非常紧 又非常细非常结实的线 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我手里是一卷鱼线 鱼线都是又细又结实的 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我打算把鱼线绑在我面前这个梯子的中间 让它形成一个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那种暗器 然后我会手里拿一个苹果 用尽我全部的力气扔向这个鱼线 看到这个苹果在接触到这个鱼线的时候 会不会被一分为二 好吧 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工作 第一步呢 夸我是个亮仔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鱼线系在这个梯子的中间 现在好像是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系完了之后这个鱼线非常的松 我没办法把它系成那种紧绷的状态 这可怎么办呢 根本就没有预想过会出现这个问题 鱼线是这种松弛的状态 肯定是发挥不了它的威力的 哦 对了 这个漆子它是活动的 它是可以往外掰的 我只要掰一下不就绷进了吗 那么现在这个紧绷的状态 我感觉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我简直就是个天才 好香啊 这苹果烂得非常彻底啊 但是它并不是被鱼线所割烂的 它是被我摔烂的 而且我扔第一个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这个苹果它是圆的 我扔出来的这个速度好像并不能够让鱼线 正好精准的卡进这个苹果的体内 可能即使我描得非常准扔到了最中间 它最大的可能应该是被弹开 而不是直接被切开 我们再试几次 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要改变策略 这苹果切一下还能吃呢 连续扔了三次 我连这个鱼线的电都没有碰到 我感觉这个方案已经没有再执行下去的必要了 我们需要换一个更稳妥的方案 那接下来我打算启用备用方案 我会直接拿着这个菠萝捶下去 看一下这个菠萝等一下在接触鱼线的时候 会不会被一分为二 好吧 在首选方案和备用方案都遭遇了失败之后 今天这个尝试本来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但是呢我手里这个削了皮的丝瓜是我最后的倔强 我就不相信丝瓜也切不断 最后一次尝试 终于成功了一次 看看这完美的横截面 既然成功了我们再尝试一下这个带皮的丝瓜能不能切开 哇这个切口更加的完整你看非常的平整 快夸我我是亮仔 yes 好吧到此为止 今天这个视频呢虽然做的是有点烂啊 但是还是能够证明 只要一根线它足够的细 足够的结实 我们接近它的速度足够快的话 它还是会具有相当大的杀伤性的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骑马的时候要低着头 好吧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给我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